今天要來到台南 為什麼要跑台南呢 我們有一台2011年的TURIG 柴油壞掉了 今天你對台南滿熟的對不對 怎麼不回答呢 有一種死很香 要顯示任何故障碼的話 就會去檢視棒部有沒有打油起來 然後引擎的那個驅軸那邊 看轉不轉得動 如果轉不動可能就是引擎壞掉 大家好 我們是捷運汽車 今天要來到台南 為什麼要跑台南呢 我們有一台2011年的TURIG 柴油壞掉了 它的引擎 當然那個也可以大修啦 可是呢 因為它裡面壞掉的東西是比較多的 然後看起來 因為驅軸轉不動 就是上半部壞了以後 下半部也壞了 接著我們決定直接換一顆引擎 上下X工 這種報廢的引擎你都拿來 有兩種途徑 一種是日歸進來的 從日本進來的 因為日本它的使用年限是設定的比較短 所以那些零件有一部分是 進口車這種引擎啦 零件是從日本來的 另外一種呢 就是撞車的 撞車零件 你常常看到有時候 撞車頭撞車尾 然後他們呢都是去買那種四部車 然後把它車子拆掉 把能用的零件拆下來 然後再分銷給大家 給每個需要的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引擎的狀態 跟我們實際走訪 這叫做鎧泰場 報廢場 田田你對台南滿熟的對不對 齁齁齁齁齁 怎麼不回答呢 有一種似曾相識的 齁齁齁齁齁齁齁 這個地方有來過喔 上次土浪引擎嘛 對 老闆我們土瑞克送進來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检修它 或者是去拆解它 看它什么情况 车子我们会先去插个电脑 全车扫描看有没有什么故障码出现 然后再用它的故障码下去分析说 它这个车子为什么会发不动 捷衣汽车提供您一个专业的 中古车估价网站 只要进入autostar网站中 选择中古车线上估价 我们提供16个厂牌 160个车型 以及5000多笔的资料 只要输入您的车辆完整资讯 就能够提供您最正确 最精准的中古车收购估价哦 如果说没有显示任何故障码的话 就会去检视棒部有没有打油起来 然后引擎的那个驱轴那边 看转不转的动 如果转不动可能就是引擎坏掉了 如果没有油来应该就是朝 棒部的方向或者是朋友的方向 下去做个检查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选用到整新的引擎 发动下去然后引擎整个 就是转驱轴的引擎整个都转不动的话 就有可能是引擎卡死 卡住的话就是要看是下半部烧掉 还是上半部损坏 然后如果说真的坏得太严重的话 可能就是会要换整个引擎这样子 18哥哥我看看车辆轴的车辆 今天试转它的那个驱轴嘛 感谢 摇死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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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已经能不能给它下来 对啊 摇死了 摇死了 许州摇死了 那反正用柴油引擎卡住就没车了 对啊 机油引擎是一样的 机油也一样 为什么会卡住啊? 有时候是 没有里面机油不够 温度过高 那就是要换了? 或者是油泥过多 柴油的像鸡碳这种算油泥吗? 一串 不算一串 不同的東西 它是傳動走的對不對 它這是試傳的 所以會有這樣 它是連接傳動走的 對啦 它現在都做卡通的 所以它沒有什麼宿船 喔 所以要把它撬出來 對 傳動的是 都會有 都是嘛 然後宗教的六甲像 對 這個沒有 這是直接傳動 新的之後就是變卡通的 對 也是要看 比較新的都是 拆拆 喔 卡住了 它這渦輪都跑油進去是不是 對 全部都是 都是油啊 剛才講渦輪 反正不會有油 不應該有油 不應該有油 可能會有一點油性 但是不會到這麼多 這太快了 它這個是機油嗎 對啊機油 然後又很 就是靠機油可以散的 又很黑 那這樣就有可能 渦輪可能也有問題 也有問題 這一定有問題 這是氣壓的避震器嗎 對 它是氣壓的 這換一隻也是一下車 其實那個車子 它就是 它跟那個 它跟保持節 一樣 是一樣 周邊的不一樣 常常都是大眾集團 但是保持節 它只能用保持節的電 調校不同 對 它不能拿福斯的電腦 或者是澳機的電腦 可是這個台灣真的 柴油的尤其更不多 幾乎都油電 對啊 所以它修起來的價格 其實跟保持節差不多 因為都一樣的東西 對啊 差不多 是不是像這種氣壓避震器 如果在拆裝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 要是沒有壞的話 只有上升的時候 慢慢吃 都還好 因為我記得有一些 是不是說如果 這個也是安心 在那個裡面可以設定 設計說警車模式 把他關掉這樣 你要先調整警車模式 然後再 先進行車騎 然後比較安全 不然會 掛掉 因為會破掉 會破掉 會破掉 你如果用身體最有兇氣的話 那你 那那個 也沒有 也沒有 因為你身體還在空間 它還是會趴下去 它這個通常多久會 趴下去 對 就開始 真的喔 對 可是這種氣壓一定不便宜喔 不便宜 會不會有人 覺得太貴 把它改成彈簧的 有 也是有 可是那會亮燈對不對 對 就是要去一次 把它電腦調一下這樣 所以它這上面看不出來 有什麼狀況 應該是下半部吧 下半部已經搖死了 下半部搖死了吧 下半部搖死了吧 沒有油 應該是多一點 剛剛都有保護 可是剛剛這樣一攤下來 還是 還是都流完了 對 都流完了 哈哈 不能油 如果油 如果油可能就是 渦輪壞掉 或是吃雞油 對 吃雞油 有可能會是什麼原因 造成它取舊搖死 通常都是大波斯上台 大波斯 對 會有什麼可能造成 可能喔 亂滑度不夠 就是沒有這樣 或者是溫度又 又大高 亂滑度又不夠 就會有這樣 原因很多啦 只是要拆開來 才知道 才知道 才知道說 那邊造成它這樣 只是現在能確定的就是說 缺頭也要死 不能發動的原因 這個是一個主意 對 柴油車不是本來 國產率就比較高嗎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多小毛病 它要修的時候 就都是大問題 很貴 對阿 就很貴阿 那雖然比較 前期比較不容易壞 但後期 規修費 也不會輸 汽油車 怎麼會有東西藏在裡面 對啊 他們的電腦 都習慣藏這裡 它都很麻煩 對阿 就是保溪姐 他們都喜歡藏 避洋車 如果柴油車 渦輪壞掉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渦輪壞掉要快 有時候 很像是漏油 那感覺是不大的 就是 會吃雞油 會噴黑鹽 就這樣而已 但是你如果說是 那個軸心 就是沃輪夜片的軸心壞掉 那 第一沒力 第二會喇叭 那個沃輪你爆掉 它 你再開的人就沒有感覺 就會踩不動 對 踩不動 然後也不能繼續開 因為繼續開那些 碎片如果吸進引擎 你覺得 那可能引擎傷到了更長 每一台福斯的都這樣 不一定 不一定 現在行出了多多 現在行出了多多 驅走是在這邊的嗎 對啊 這個就是驅走 OK 對 驅走帶動 我們的驅走排 驅走排在帶動 是周邊的時候 所以這個啟動它是一個關鍵 對 它如果咬死 你真的就啟動不了 啟不來 如果說像 濕水啊 或者是說溫度拉高 那個 驅走都一定還是會腫 只是說 沒有鋼壓 對 OK 那就測得出來 可是你 驅走都不轉 那測鋼壓也沒有用 這是高壓縫子 才有的高壓縫子 它是靠鏈條去帶動 打油就靠它了 對 那這條就是 一般車在前面 才有這套路最後面 甚至現在 BMW自發那個 也是坐後面 那這鏈條 看得出來是好壞嗎 通常看不太出來 要拆下來 更新的 看有沒有拉扯 喔 這種鏈條要斷很不容易 很難喔 很難 超難 唉唷 油泥有很重嗎 都是鐵屑 還有磨耗到它的引擎本體 脖子燒掉 脖子燒掉就會 都不會太陽 就算是不太陽 不太陽 是不太陽 真的 不太陽 能力 不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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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不太陽 。 師傅,看它旁邊很多油,是不是漏油很嚴重 這邊,滿滿的 還好嗎? 還好,其實漏油不會影響你的作動對不對 那師傅,我們要怎麼看這顆引擎的健康度 引擎的健康度 第一點,當然是旋轉它的曲軸 旋轉沒有問題的話,再來就檢查 氣門蓋裡面,看看它的凸輪軸是否健康 我們現在是不是看不到凸輪軸 沒有,氣門蓋打開就好了,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現在在動什麼 在鎖扭力轉換器 變速箱的動力來源 沒有旋轉曲軸的工具,我只要用這樣旋轉 拿出這一根,放進去 旋轉它的齒輪 為什麼會有這個齒輪呢? 問得好,這個齒輪就是你的啟動馬達在旋轉的地方 沒有它,你就花不動 這樣子就有辦法旋轉引擎了 這樣就可以帶動整個引擎對不對 轉動曲軸啊 轉動曲軸以後,車子就可以去發動了 那我們現在調整這個是調什麼東西 沒有啊,這要鎖啊 固定的螺絲藏在啟動馬達的洞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旁邊還挖一個洞 有沒有啊 挖一個洞就是要讓你去把工具放進去拆螺絲的 來,注意看看喔 裡面很乾淨有沒有 你看,那個氣門都還照得到 這個沒什麼雞碳啊 裡面還算很乾淨啊 一方面可能是也有清過雞碳的 這個是氣缸蓋裡面的氣門管路 它裡面算是比較少雞碳 對,算蠻乾淨的 因為我們來揍一下原本的這個地方 這已經使用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有沒有看到裡面這個雞碳多嚴重 有沒有 有沒有建議說大概多久要清一次氣缸 差不多最少四萬公里要清一次 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清理 搬大部分都是用藥水 把它加注在被壓感知器的真空管裡面 然後把藥水打進去啊 清洗DBF啊 可是正常來講的話,那個是不夠的啊 因為你必須好好把進氣氣管,EGR,節氣門都拆掉 因為這樣子清了才會比較徹底 才有辦法讓那個燃燒式看起來會更乾淨這樣子 因為你要更乾淨 新鮮空氣進氣量充足啊 充足的狀況下 每一滴柴油燃油噴進去來講的話 它的效率才會最好 而且廢氣的生成就會更少啦 要不然的話 第一點,你的DBF會容易激燙過多啊 產生說排氣不良啊,冒黑煙啊 這一般柴油車來講的話 最怕就是這樣子啊 車子會沒力嗎? 一定會的啊 因為你油耗增加,車子怎麼會有力呢 不僅油耗升高啊 而且經常會冒黑煙啊 因為你空氣量進氣不足啊 這是每一部柴油車 每一個車主都必須去做的一件事情啊 尤其喔,經常在市區代速行駛的話 更要常常去清潔它 所以喔,柴油車比汽油車更不適合代速啊 跑高速的時候 都盡量要把那些廢氣 把它給吹出來啊 去拉轉啊 在市區道路行駛過多的話喔 你的油門開度絕對不會太大啊 可是當你跑一趟高速公路或跑山路的時候 盡量就要去把它拉轉啊 像是我們汽油會加汽油添加劑 那柴油有嗎 柴油也有添加劑啊 可是那添加劑來講的話 因為畢竟跟汽油車的燃燒狀況不一樣啊 一個是靠火星塞點火啊 一個是靠壓縮點火啊 所以說他們的清潔效果大不同啊 那柴油要乾淨的話就是 盡量讓進氣端 讓它有充足的新鮮空氣啊 這樣子燃燒效率不僅會好 被氣排放低 油耗也不會增加 然後讓你的DVL能夠壯命更長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啟動馬達 啟動馬達的本體是不是 嗯 對啊 那柴油車為什麼要加尿素啊 因為尿素喔 能夠增合掉 被氣排放出來的那個 油毒物質啊 那師傅我們現在拆了什麼 這是噴油嘴的共軌啊 說過拆下來才能夠拆到氣門蓋啊 這個狀況看起來還OK啊 還蠻漂亮的 油車這樣算很漂亮了 目前這樣子看起來啊 裡面的凸輪的狀況 如果有過度磨損的話會長什麼樣子 過度磨損它不會平整啊 第一點它會有刮傷啊 它這個凸輪在吃的麵就不會很漂亮了 你看這個凸輪的平整性就很好啊 它的麵都很光滑沒有什麼刮傷啊 那代表說它這個 它吃的都不錯啊 那是不是現在拿這個是什麼呢 噴油嘴啊 不要有太多的東西 包含雞碳在裡面啊 噴油嘴的那個墊片啊 這防止它漏氣啊 可是直接換新的啊 對啊換新的啊 因為舊的已經壓扁了 還是只要有拆裝就一定要換新的啊 對啊要換新的 有拆裝盡量把它換新的啦 那是沒錯的啦 這樣比較OK啊 比較不會有問題啊 一定要用手把它壓到底 一定要用手把它壓到底 先把噴油水壓到底 有什麼用意嗎 壓到底 才不會到時候鎖了會有問題啊 因為要確認說它已經到底了啊 用手先確認過 對用手先確認過 對用手先確認過 餓死了 鎖到餓死就好了 餓死就很緊了 再鎖下去就爆了 哇 這是雞碳嗎 對啊 這都是雞碳 這是屬於機油的雞碳 不是燃燒的雞碳 因為它這個是 這個是插到燃燒室裡面 這一段是在 是在氣缸頭裡面 這一段是在引擎機油裡面 它靠這個O型環 去擋住機油 可是擋不住的話就往下跑 還有就是什麼 還有外部 外部的水也會流下去 潮濕什麼都會卡在這裡面 這水也會影響到 會啊 因為這個地方水也有可能跑進去啊 外面的水氣也會跑進去 所以說這一段就會非常 就會咬 大部分咬住都是咬到這一段 而不是咬在上面或下面 那現在這樣子要怎麼去解決 這個也是只有拆下來 你才有辦法清潔 沒有拆下來你怎麼清潔 然後它有辦法換 等一下會換那個O型環 沒有這個是原本跟著來的啊 我們現在要裝回它原本的啊 原本的 原本的就OK的啊 狀況就比較好 對啊 現在還有一支拆不下來的 糟糕了 這個線素裡面有包含什麼嗎 蛤 有包含哪些東西 這線素裡面 很多啊 譬如說 噴油嘴啊 冷氣啊 還有它那個什麼啊 還有一些感知器啊 這個是什麼感知啊 這油鬼壓力感知器啊 共鬼的壓力啊 這樣才知道說你裡面的壓力 有沒有達到它發動的標準啊 是因為壞掉才要換嗎 對啊 壞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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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那我們現在有哪些東西 是需要重新再安裝上去的 所有東西啊 有 包含哪些組件嗎 全部啊 所有引擎的組件全部都要重新配上去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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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你觉得是装引擎比较困难还是下引擎比较困难 都蛮困难 都很困难 可能有一个简单的 这个地方都会漏油啊 就是之前有漏下来然后就碰到它 本来只有这样子现在变成这样子因为它长大了 橡胶碰到油就这样子啦就挂了啦 它可能会吃到哪些油啊 哪些油 引擎的机油啊变入浆油啊都会啊 都会这样子啊 所以是肉油 对啊肉油产生的啊 没有错就是肉油 这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里仔串吗 丢 它要叫什么 叫平衡感支架 平衡感支架 它要锁这一根是什么 气压管啊 气氧器气压管子啊 只有气压前吊才会有这一根 对啊 气压管它的颜色不一样 气氧器气压管子 对不对 四条管子一定都不一样的颜色啊 修议可写图上面它会跟你讲说什么颜色啊 这样子你要抓 抓问题才会比较好抓 因为电脑还会跟你讲说 啊我这是什么颜色的 去哪里的 对不对 它不然这四条颜色都一样像哪一个 怎么抓 好 有得力吗 有 有 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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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巾 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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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好 软部 可气 脂肪 櫃子 師傅為什麼這個旗管是最後才裝上去 因為它的油管都在上面 它那個淨油管要先 要先裝 它不然到時候我就放不回去囉 所以裝上去的時候它上面會有很多線路壓著 很多管路壓著 對啊管路和定線啊它有水管都壓在裡面 引擎換套以後就是如果你發動各方面會順暢的話 它這個引擎就代表是沒問題 然後就是說因為買一顆中補的引擎 就是要看說裡面的內部就是有沒有積毯 油泥有沒有過多 還沒裝上車的時候會先轉曲軸 轉看看看引擎空轉的時候 在地上轉的時候順不順暢 對如果順暢的話它裝上車發動 它整個引擎運轉下去它才會順暢 那現在我們其實試試看它的那個 修好以後試試看它的水溫有沒有正常 然後儀錶板這邊有沒有亮任何不正常的訊號燈 然後變速箱跳檔有沒有正常 整個測試好沒問題以後 測試再頂起來 看看底下有沒有漏油漏水 如果都沒有漏油漏水的話 就電腦再全車掃一遍 沒有鋪上馬就交車 第一個危險是它的馬力 車子那個測輪輸出的動力有沒有正常 然後再來試試它變速箱跳檔有沒有正常 因為我們有拆到引擎跟變速箱 所以都會再測試一下它換檔有沒有順暢 那我們現在就先試它的引擎加速的性能 它現在加速就蠻正常的 然後轉速有上去 然後時速也有跟著轉速成一個正比的輸出 然後底盤開起來也是沒有聲音的 因為你有拆到那個供置量那些 整個都有放底下 它重訊鎖上去的時候 也會再試一下看底盤有沒有任何的意義 然後有時候如果說 你沒裝好渦輪管脫落 或者是說排氣管有堵塞的話 我們急加速它就會亮一個訊號燈起來 但是現在急加速起來都沒有 就是還蠻順暢的 沒有亮任何一個異常的燈起來 轉速到它其實就會自動換檔 那引擎修後我們主要就是看它這個水溫 有沒有到一個正常的一個範圍 然後到時候我們要再檢查它的那個機油的油量 看它那個油量有沒有正常 所以中骨的引擎有沒有比較差 中骨的引擎要看它的之前前車主它保養狀化 還有它是這個引擎為什麼會變成是一個中骨的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是車子被碰撞到 然後里程數很少 可是它的引擎是好的 那買到這種引擎 其實基本上它大概就是有七八成型這樣 基本上裝起來這個車子引擎就幾乎是跟新的一樣 所以也是要看它的引擎的品質 跟它的那個這顆引擎的來源到底是怎樣 對啊 也不是說中骨的引擎就不好 其實買引擎就像買中骨車一樣 對 有什麼方法可以挑到比較好的 挑到比較好的引擎 基本上就是我們有長期配合的一些那個 廠商 它的品質跟來源我們可以信任 然後我們就會去現場先了解這個引擎狀況 到底是不是真的像它說的真的那麼好 然後我們會先把那個ZO蓋打開看裡面油泥多不多 然後氣門蓋也會給它翻開來看裡面的氣門那些 跟那個偏心走油泥那些會不會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看它有沒有 周邊有沒有漏油或滲油的現象 然後引擎轉起來整個順暢度 如果你轉起來感覺有壓力 這個引擎基本上就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你這個引擎會壞掉 大部分就是缺油或者是缺水 才會導致於它的引擎壞掉 或者是說它開到溫度過高沒有繼續開 其實我們車子只要在正常的行駛下 注意它的水溫有沒有偏高 然後儀表板有沒有亮一個 可能亮個水溫燈或者是機油燈 所以等於說其實這個儀表板 如果只要亮上任何一個紅色的訊號燈 它就是有立即危險 就是提醒你不要再開了 然後黃色的燈就是一個警告提醒來 還可以暫時先行駛 那會不會有直接跳黃燈 直接跳黃燈也是有可能的 像它這個兩個符號圓圈圈那個燈 這個燈就是預熱塞微濾過濾器的燈 這個燈 這個燈亮起來車子就會沒有力 這是引擎燈嗎 對啊 這根引擎我們裝上去以後 引擎的本體這邊是沒有漏油的 然後後面這邊變速箱這邊 也都是乾的 沒有剩油的現象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車子沒有漏油 然後我們看也沒有漏水 那等一下我們再做個電腦的檢測 看看有沒有任何的故障帶好處 那如果說都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車子 基本上就可以 等等就可以交測過去了 然後我們通常都會 這邊 這些什麼基本調整啊 或者動作測試 引擎修完一定會做一個調整 就是 校正到原廠最初的那個狀況 雖然你是修過了 但是還是會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在跑的時候 它會是紀錄你之前電腦的數據 但是你引擎修完之後 你一定要做一個初始化 就是你現在要重新開這台車 所以它會重新再做一個流程去跑 對 每個人跑的流程不一樣 對啊 像什麼空氣流量的品質啊 或者是說 你油門公油多少 它都會變 算是讓它做一個重新學習 對 重新學習的動作 像很多車都這樣啊 更換完齒輪 我們都會做一個歸零 因為你前一個齒輪 它的設計 它已經是抓到說 可能要壞 它會慢慢修正 修正 修正到說你可以開 但是你新的齒輪下去 它一樣都是用舊的數據去修正的話 那電腦就會有問題 所以說我們都會歸零之後 讓它再重新抓 這樣對車子也比較好 然後對零件 它的那個開的角度那些也比較正確 對 大概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沒東西了 因為我們主要是修發動機的部分 剩下就是變速箱那些 那些基本上有做一支做保養 那就沒什麼東西可以用 大概是這樣 再來車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入室也入室過了 然後電腦檢測也都OK了 所以說就可以出車了 對啊可以交車了 好啦這台車子又修了4個月 那福斯奧迪就是這樣子 原本我去找了一個引擎去台南嘛 然後看起來引擎狀況不好 就想說用翻修的方法 結果拆下來 有時候引擎如果真的狀況很糟的話 你翻修完 因為它已經受傷了 就是受傷的程度太大了以後 你把它救回來 其實回來以後它的功能 各方面也都殘廢了 所以就只好再去找一個外匯的引擎 狀況是好的 其實外匯引擎有很多是什麼 你知道嗎 都是日本來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車子 能使用的年限比較短 它好像8年到10年 以後的車子 它的課稅就很重很重 來鼓勵他們日本人換車 所以有很多進口車的好的很好的零件 都是外匯日本進口 那我們今天總共花了多少錢 這放了那麼久 最後整個車子都趴下來了 趴下來 氣壓懸吊有兩個東西會壞嘛 要嘛就是bump bump就是膨脹吧 把它打起來那個bump 要嘛就是避震器裡面漏氣 這都是兩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換了一個bump 換了一個中部引擎 那中部引擎更換一定是有工資的嘛 這個他也拆裝了兩個禮拜 然後跟一個電池 總共的金額25萬 也給你參考啦 這車子也是因為 舊科5也是跟我買的 那他遇到這個狀況 我猜測啦 我猜測啦 他可能出去不知道給外面的保養廠 更換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失誤 不然福斯 翠克3.0柴油的引擎 講真的應該是很耐用 會傷的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應該不是一般正常使用上 而產生的問題 那也沒關係 因為他跟我們買車 我們也想辦法幫他解決嘛 因為 25萬基本上就是我們的成本 你這車子如果 如果是給原廠修的話 甚至有可能修到100萬都不為過 因為一個引擎來 就是六七十萬 七八十萬 加拆工 原廠有壞毛病 就是他呢 如果我上下了以後 對不對 他會有很多的耗損件 都會換新的 那個耗損件其實有時候 不一定需要換新的 他們都會換新的 就會變成說 七八十萬的引擎 砰砰砰砰砰砰砰 修起來就變100萬了 所以整個紀錄就是 兩裝五車會很難嗎 我想一想也還好 為什麼 你說 我真的遇到了很大的 這個很大的 trouble 這引擎是上下腹 包含裡面 曲軸什麼都燒掉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故障 而修起來的金額 只要25萬 好啦請問我們裡面 幫我們訂閱 按讚跟分享 還有什麼想法 幫我們在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 捷運汽車 耗資千萬 打造汽車旗艦展示中心 在我後方是維修區 各式進口國產車輛都有提供維修服務 這裡是我們的美容服務中心 我們現場除了有洗車 達納小美容大美容 甚至到鍍膜服務 通通有 甚至我們還有提供租車服務 你一般在外面看到要租3000多塊的馬山 在我們這裡只要1700元 而且在外面你看到的體逛進口車 在我們這裡也只要3400元 我們甚至還有購買新車 就換新的服務 不但會給您2011年以後 車款合理的收購價格 而且在新車方面 也會給您比原廠更多的優惠喔 最後 載庫車輛160台以上 捷運站免費接送 而且全廠都是免訂金試乘 還在等什麼 趕快跟我們聯絡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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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